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也非常欣慰了 今天我们的上诉庭同意了 沈可婷的代表律师的申请 给予准令 也就是说沈可婷 从今天开始 只要交出这个一万块的保释金 还有一名这个担保人 他就能够恢复自由 然后我们的主控官 在这个案件在这方面 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 我相信很多广大的大马人民 也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今天马华的这个山林律师团 包括我还有秦处理 还有何国胜 我们今天到来这个上诉庭 关注这个案件 站在这个公众意义的角度 那么我们刚才也尝试 申请成为这个案件的庞庭 和法庭之友的身份 来参与这个审讯 那么虽然上诉庭 驳回了我们的这个申请 但是我们会继续在接下来的上诉程序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 我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马华公会的律师团 参与这个上诉准令的申请程序 除了是要表达我们对 沈可亭的这个案件的个案关注以外 更重要是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 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陆路交通法令第41的这个条款 有关于鲁莽和危险驾驶的定义 早前针对这个鲁莽和危险驾驶的定义 成为定案的话 那么将会推翻过去的许多案例 包括说车主本身 必须要有一些主动的行为 涉及到这个危险驾驶或者鲁莽驾驶 它才会被制裁在这个条文底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认为这个案件涉及到 关于这个文型脚车活动 那么这个文型脚车 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它深深的 威胁了我们广大公路使用者的 这个安全的状态 感谢听owski 徐亚